解放軍軍演之際 國防部臉書特別強調 對於暗置飛彈 嗜切應處 從國防部到行政院 再到三軍統帥的總統 蔡英文都喊話 做好完整應變準備 服任黨口徑一致 清楚掌握 但共軍飛彈飛越 臺灣上空的訊息 包含飛彈軌跡圖 卻是由日本防衛省搶先公布 該不該公布飛彈軌跡 爆出指揮體系內部暗潮汹涌 根據了解國防部長邱國正主張 透過剪圖方式善加公布 安定民心 參謀總長陳寶瑜沒有意見 卻傳出一位備受政界信賴的官員 強力反對公布 因為他認為會影響士氣 最後應變小組採取共識決 決定不公布詳情 結果民眾罵翻天變成國防部背鍋 選舉幕僚在主導國安失誤 那如果今天是用這種所謂的 我想要抗中寶臺的效應 卻不要造成人民恐懼 那這個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 最終國防部只公布 共軍發射十一枚飛彈變成爆速功能 民進黨更在臉書發梗圖說飛彈進入大氣層 不屬於任何國家領空 而且飛彈也不會威脅領土 又被罵翻緊急刪文 民進黨的抗中寶臺卻在飛彈飛過頭頂之際 政府悶不吭聲 警報放都沒放 國軍想說卻又不能說 是危機意識不足 還是顧著淡化處理就選票 民眾都看在眼裡 這下澳洲林辰佑台北報導 大家就是在我們攝影棚當中 現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當然我們裝在這個霧化器裡頭 就可以做噴霧清削 非常的安全不會傷身體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問題 兒童孕婦也都可以使用 哪裡購買呢 只要到我們這個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可以買得到